我觉得其实任何公司 我觉得应该是鼓励大家做更多贡献的 我觉得不要有这种惧怕心理 我觉得你要是能做的更多 就应该做更多 我觉得最终在一个 不管在什么公司里 衡扬最终的还是有业绩 业绩的表现 这可能跟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相关系 因为中国文化我们是说 枪打丑丑鸟都变做得更好 怕别人说了 我觉得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你要无私 你没有私心在里面 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为公司利益考虑的 甚至是为客户利益考虑的 考虑了双赢 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你就不要怕别人说 我觉得如果说你问心自问 你觉得好像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面 这时候你要想一想 我觉得做工作不要有私心 就是说不要私心咋念 你主要是考虑的公司利益 考虑的是股东利益 考虑另外还考虑客户利益 那只要你这么循 按照这原则做了 我觉得就可以不怕别人说 就是说你是真的想把这事做好 还有一个就是你做好的前提 不是说你靠打压别人 而是就是把你自己做好 对 我觉得付的非常对 我觉得这是 就是说其实有两种对待竞争的方法了 就是说一种方法在竞争当中就是想办法打压别人 另一种方法是提高自我 我比较认可的是第二种方法 我觉得去打压别人方法不是一个正道 OK 你没必要 你可以公平竞争 你只要自己做得更好 我觉得整个就是说我们不论做人还做工作是相同的 其实都是一个心灵提高的一个自我的过程 你提高自我本身就是一个好的 你自己靠能力吗 靠你自己的本身来竞争吗